我之前就是港龍航空公司的高級副機長 就駕駛了飛機百年多的時間 十月的時候就收到大信封了 這段時間 我很多朋友都是努力找工作的 但都是沒有消息 我很慶幸我自己有一個方向 就是希望藉著這段時間 希望多些人關心陌亡動物 現在看到樓下很安靜 感覺很陌生, 而且有點恐怖 看回以前的餐廳 這些時間我們剛下班就會跟隊長吃飯再離開 很多人… 現在的機場也很誇張 之前很頻密, 四個鏡頭都可以開啟 香港機場以往真的很誇張 基本上飛機是接著兩至三分鐘就有一個升降 所以我們也飛得很頻密 可能是一個星期就會曾經飛過十幾個起飛 十幾個降落 大家都明白公司面對的是環球的大維因素影響 導致它生意不好, 賺不到錢 大家都希望一起咬牙關, 捱過去 就是無奈到最後那一刻 公司要傷整個品牌結束 其實也有很多遺憾的想法 為何當時那班機沒有拍過最後的照片 沒有跟好同事有個好好的道別 這張就是我們的班照片 差不多九年前 九年前的時候 在澳洲畢業拍的一張照片 現在大家都沒有工作了 本來也想著這份工作可以打過一輩子 我們都比賽完後, 為了生活 開的士、小巴也有 然後有些是送外賣的 對, 甚麼都要試 可能是馬屍落地下 這段時間大家都要捱 我很慶幸做貓貓保護流浪動物的工作 都是我自己一個很大的興趣 對, 而且是一種很大的興趣 今天三隻貓貓的晚餐 就是鵪鶉蛋加風乾雞 平日我們關門進廚房 他在外面很容易叫 要不去玩很難得不好 要不去玩, 送飯給我 來吧 吃飯吧, 客飯吃飯 吃飯, 我們來吃飯 吃飯很甜蜜 以前、我們天啊 就覺得飛機餐變得很普通 有時會厭倦飛機餐,覺得很不健康 但這一年,真的完全沒有飛過 我反而懷念飛機餐的味道 很想念,但應該沒機會吃到 Oki Oki是我們第一隻的寵物 其實牠是一隻沖繩的流浪貓 牠那時是寶寶 牠是非常肚餓的 這是我們第二隻猩猩 牠是本地的流浪貓 我們發現牠在家樓下 第三隻貓貓叫Nago 發現牠的地方是在後巷的冷氣機槽 牠的鼻樑好像黑了,以為是骯髒 其實這些是塞 醫生驗血的時候,牠有嚴重的貧脫 所以牠流浪貓很慘 幸好牠現在胖胖胖 其實我本身是完全對寵物沒有興趣 或者沒想過要養一隻寵物 反而Crystal一直都有養貓 她那時就說 這麼難得遇到牠 不如試試給我一個機會去吧 最後就帶了回來香港 這幾年是… Uki是徹徹徹徹將我改變成一個貓痴 之後才覺得 原來領養是比購賣意義大很多 流浪不是他們選擇的 所以我們覺得更多人要支持領養 我們8月的時候開了這個地方 本身的方向 希望每個月起碼做到貓貓領養日 可以先進來先除鞋 你有沒有養貓? 沒有 我想 喜歡? 領養吧 遲些領養一隻,有機會 如果我領養一隻貓 那我會怎樣? 蘇巴弄過一次領養日 到時候如果我們再做的時候 你就上來 現場可以看有沒有心碎的貓貓 然後再入籍申請 我最初的打算是機師那份糧 可能每個月都會貼一些線出來 就是維持這裡的開支 突然之間被公司解僱了的時候 那一刻真的有認真地想 應不應該繼續這裡 問了很多Oki的粉絲的意見 一群義工的意見 我聽到他們說的話 想起來也… 自己不用想得那麼灰 就像他們所說 趁這段時間 好好發展一下 在航空業以外的興趣 我覺得 覺得肯做就行了 而且有些東西是哪製造哪製造的 我們真的很希望 疫症過後 我自己可以飛回來 這裡到時可以成形 有自己的貓寫,又搞到另一天 我真的很希望有這一天可以出現